第20章 东北历会 民国22年1933年 王善人70岁 东北历会 王善人70岁那年2月 在西民县主持讲习十八天 王老善人因子东夫妇办沈阳市小南门道德分会 广结善缘 主副筹办辽宁省总分会 以便领导各分会 7月22日 辽宁省总分会正式成立 7月5日 在四千书市女子义务学校开讲演大会 听众与千人 7月20日 至辽园开大会 听众与千人 8月1日 吉林省总分会成立 8月上旬至九台县开大会 9月 在淮德县黑林子女艺学主持讲习班 11月26日 黑龙江省总分会成立 12月2日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开讲演大会三天 听众与千人 盛况空前 我听王善人这样说过 从前我们是游行各地讲演 现在是各地争着请我们去讲 倒算是讲开了 副纪 万国道德会 辽宁省总分会 万国道德会 辽宁省总分会 借沈阳市大西边门里应方前胡同三号为会职 一宅三院 瓦房三十三间 1947年够为会产 1933年6月22日 召开成立大会 各分会一学代表六十余人与会 公推张成基 自兴南为会长 翁思玉 自问卿 郑家春 自子东为副会长 高原忠 自郑武为理事长 康聚泰 自重园 郑商华晨为副理事长 薛志远为监事长 聘怀德县分会朱耀廷为总务组主任 高桥分会孙永福为德裕组主任 腾敖宝分会王向迟为治裕组主任 西丰县分会马德久为生业组主任 上书各分会均由义务学时代的母校该组成立 总分会成立后 各分会一学讲员教员 韩暑假均至总分会讲席 讲席后统一调派 王善仁主持研究性命伦常之道 1934年复购入东林楼房7间 瓦房32间 在东西两院中间新建筑大礼堂 能容千人住宿 大餐厅可容纳300人聚餐 浴室 暖气等设备 军甚完美 堪称为全国第一大会场 富济 张兴南 翁问清 辽宁省总分会会长张成基 自兴南 辽阳县人 民前三年创立辽阳第一民力高出两等小学堂 后扩充为中学校 办学12年 移交政府接管为省力高中 逃离遍东北 民初当选为省议会议长 连选连任达12年之久 省议会大厦乃惊奇首兴建 非常壮观 1933年春 子东筹备万国道德辽宁省总分会时 欲请翁问清为会长 翁表示自己无担当力 乃带请张议长兴南出任会长 张会长为彻底明了道德会真相 每日早起晚睡 认真参加善人主持的道德讲习班 颇有领悟 他当一掌时 因讲演过多至极 如讲话超过十分钟 胸部即疼痛难忍 在道德会听到日久 不知不觉中 讲一两个小时话 也不感觉痛了 张会长非常高兴 善人潜移默化的力量真大 使他变化气质 十多年的痛苦 消除于无形 道德讲习班 是培育讲道人员的机构 在义务学时期 以成人为对象 男女老少都可参加 四日天结业 量财任用 张会长为提高师资 改由各分会 保送中学毕业女生 集训一年 结业后充任教员 申选成绩优良者为讲员 总分会的人事调派 由高理事长郑武负责 每到寒暑假 调派七八百位讲员 问题很多 实在是一件辛苦的事 张会长着手研究改进 道德讲习班 多开一班 寒假讲习时 专讲报定宗旨 划清界限 凤灵受命 绝对服从 决定人员调派 改由人事委员会负责 发表人事时 如有意义 要求调换同人地点等 即暂缓分发 令派人替补 此次分发后 有四十多位讲演员 因有意见而未派出 都后悔痛哭 此后 讲教员分发调派 都不敢有所任性 军服从命令 专心工作 总分会讲习班 由王善仁主持讲道 张会长讲论语 孟子 白永珍讲中庸大学 道德文学并进 一班士身及老议员们 以前不了解本会的 也都心悦成福 自动创立道德分会 辽宁省总分会 经张会长卓越领导 购置会产 增建楼房 统一人士 分层负责 会晤蒸蒸日上 功不可没 张会长以身作则 早晚道德课从未迟到 张会长问善仁 这种时局 会体如此扩大 没有危险吗 善仁说 现在的人要钱不要命 道德人要命不要钱 就是负债办会 张会长又问 债多不累人吗 善仁说 有德此有人 有人此有土 有土此有财 有财此有用 德者本也 财者莫也 外本内莫 争民失夺 事故财聚则民散 财散则民聚 这不是大学生说的吗 怕什么 我35岁就和钱分了家 不也一样行道吗 你试试看 总分会之债务 后来果然迎刃而解 翁问清副会长 辽宁省本溪县桥头镇人 清莫大儒 明初任本溪县教育局局长 后卫选为北京国会议员 财德兼备 公正连结 张都军任其为凤天省销矿局长 有意使其患囊充裕 但其交卸时 竟将其可归己有的结余 三十万银元 悉数移交新任 其报本首分清廉之风 令人亲近 由能知人善任 崇德建贤 蒙其推荐张兴南议长 为本总分会会长 可谓得人 张会长建功立业 宏道立生 使本会会及永固 得备东北 接翁会长推荐贤能之功 会内同仁 与张会长为政治家 翁副会长为文学家 子东为外交家 三人分工合作 一得一心 推行会务 提倡学校 培育人才 道德事业日有进展 翁副会长 笃信佛教 早晚焚香送经 亲身率领士插团 赴全省五十八县各分会 及义务学校 提示星阁 所到之处 必先走访议会同吟 欠其参加道德行列 兴学立会 领导善风 对会务发展 贡献甚大 富记 康崇元 孙永福 江铁光 康巨太 四崇元 辽宁省沈阳县人 做过税捐局长 笃信佛教 1929年 成立沈阳阳教寺女学 1933年 当选为省总分会副理事长 25年6月 当选理事长 有魄力能担当 同仁无不敬佩 1938年2月 总会通知总分会 临调各县市分会高级职员 来省参加中级道德讲习班 30天结业 富仙道德分会与会长 问康理事长说 总分会成立6年之久 我们分文没帮助 这次讲习一切免费 时速又非常舒适 不知经费从哪来源呢 康理事长说 等我上课向大家报告 康理事长报告会计该矿说 辽宁省总分会开办的经费 是副会长郑子东由商会领来的津贴 如数交汇使用 收支平衡 一年 这2400银元津贴就不够了 会长张成基 每年舍5000银元 不足之数 每年借款搬汇 到现在既亏33000银元 再加上建筑大礼堂和增建西楼 借债8万余元 共急负债11万余元 但老善人说 搬善事亏的钱是佛爷使 得神来捡 今天早晨 副县分会余会长 向我打听经费问题 所以才上课向各位同学报告 既由余会长上课 向全班同学表示 总分会张会长真有担当力 这多年是借钱班会 历年开会竟只字未提前 我若不去问康理事长 还是不告诉我们 大家也快结业了 我们是第一期 应倡导留个纪念 先由我们这期同学开始 自动乐助 以后各期同学再继续乐助 一定能把会债还清 当下由副县分会余会长 首先乐助1000元 其他同学也群起响应 不到一小时 全班同学乐助12000元 以后继续到四期长清会债 善人当初曾经向张会长讲过 得本财末的话 今日果然应验 凡事应由本身做起 自己行真了 想不到竟有这么大的力量 实在令人敬佩 康理事长于任内将会债还清 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无数 对于其他各种尊会 依尽力协助支援 真是为有道的成人 孙永福自瑞庭 辽宁省锦西县高桥镇人 高桥女艺学创始学董 辽宁省总村会成立任德育主任 性情老是和气 所以有孙老太太之称 后任总村会德育部长 副理事长 蒋西班主任等职 曾主办道德禁烟班 每班40人 免费供食宿 最初两周内由医师给药 使能安心听道 以后专用心理疗法 借除亚非烟痛 三个月以期 不但借除不良嗜好 并且听明白伦理道德 就许多人出苦得乐 江铁光 沈阳是张氏屯人 四随丧父 赖宿母抚养成人 务农为业 九一八失变后 入会学道 颇有实行 奉明受令 绝对服从 不挑地方 不择同仁 擅长性理讲病 有姜铁嘴之称 主持道德讲习班 教出成人甚多 在铁领道德分会 任蒋演主任时 所主持之讲习班 专研究五行性理 力求知行合一 结业的学员 都能献身道德事业 任劳任怨 成为各会的中间 与之相较 辽宁省总分会 学副部长 所主持的终极讲习班 因其曾任校长 注重文学 忽施道德课 结业的学员 均不愿服务道德 成为明显的对比 王善仁说 学好的人多 学到的人少 学高的人多 学低的人少 低处有道 高处有险 谁能低到底 谁能成道 这话真是成道的指针 附记 黄明礼 孙若瑜 黄明礼 是西风县人 为人忠厚 因为虚病被讲好 发心在总分会 尽义务 任书务主任 领导全会工友 分工合作 处人和睦 态度谦虚 工作认真 准时开饭 开会时12300人 平时2300人 每天客人来往增减 不下四五十人 人多时饭已足用 人少时也不生饭 饭厅厨房都非常清洁 不落一粒米 不损一颗菜 尽心竭力 尽山尽美 他能担能力 敢作敢为 工余又专心学道 性情养成和蔼可亲 学会上下 人人亲近 莫无赞扬 孙若瑜 因母亲带女 医学服务的关系 自幼受道德熏陶 由师范学校毕业后 就在道德慧金业务很有成绩 工界给他立业结婚 并任辽宁省总分会 幼师班主任 训练各分会临选成员 每期五十名 一年结业 分派各一学的幼稚园 托儿所为幼师 各省总分会 一选派学员参加 逃离满天下 当时年仅三十岁 著有幼师教材一书 颇受欢迎 1945年秋 日本投降 苏俄军队先进沈阳 时局混乱 孙若瑜向子东建议 会内现有幼师 阳台 道德 会计 各中级讲习班女学员200人 必须护送平安返家 对各家长有所交代 子东既召开紧急会议 由理事长率先领导 各不同人 均发心冒险分途 护送女生回家 为若瑜立志 坚持担任护送乡下 最难行的危险地区之学员 受尽惊险 花费了三个月时间 才全部平安护送完毕 这种为了道义 冒险犯难 自我牺牲的精神 令人敬佩 父记 黄连芳 子东出办理学时 到海城书贞母校 请女老师 看见了位妇人 推磨磨豆腐 问她姓氏 她说 我是黄晓的妈妈 双区本分 张学董连续我们姑姑 叫我来母校金义务 黄晓在一学念书 又问她推磨赚了多少钱 她说 不要钱 王善仁说 不受苦 不享福 不遭罪 不出柜 听得出语惊人 深感意外 十年后 子东视察沈阳市大和分会 高会长介绍与黄连芳主任 及蒋教员同仁见面 看黄主任有些面熟 黄连芳主任说 会长大概把我忘了 我是以前在母校金义务的 黄晓的妈妈 子东很高兴地说 你说过不受苦 不享福 不受罪 不出柜 现在当德育主任 做省城的德师 真出柜了 黄晓呢 黄主任说 黄晓也大了 已经师范毕业 当老师了 王善仁真有道 就一个目不实钉 贫苦无一的乡下寡度 竟成为省城的德师 父记 王忠亮 王忠亮自姓天 松江省伟和县人 为伟和县道德分会会长 并创办观寡孤独饲养院 是父母甚小 人称为王孝子 他的父母笃信佛教 吃斋 有做工 也都在饲养院金义务 院里有一位安老的老人 嫌王忠亮的母亲做的饭不好吃 常常骂他 他母亲安然忍受 王忠亮的母亲遇知死期 要求忠亮父亲陪坐送行 先逝时 闻音乐齐名 常骂他的那位老人 睡梦中 看见忠亮的母亲身着华服 在仙乐声中被人迎走 惊醒往事 果然端坐归道 那时忠亮才三十岁 想要守墓 因冰天雪地全愿反对 他的义母也是安养院的老人 怕他夜里到坟上去 黑夜把他的棉衣拿走 他私母心切 便只穿内衣跑到母亲坟地 看到不知什么野兽 两眼像两个小灯笼似的 由远而近 坐到他对面 用舌头舔他的脸 腥臭难闻 他实在疼痛难忍 猛击一拳 野兽滚逃 他也一口气跑回来 第二天早晨 他一抹给他送眠衣时 发现他的内衣已经东应了 才知道他夜里偷着上坟去了 院里众人为他守坟着想 便把他母亲的座官抬回院里 第二年春天刮大风 他上方压草 把梯子蹬倒 将他摔昏过去 恍惚中看见他母亲 很生气地伸斥他 不该搅闹他神魂不安 叫他立刻把座官送到山上去安葬 然后出去给人治病 忠亮醒后就能看人的因果 他讲病和善人不同 他对病人大声呼喊说 我叫你好 你立刻就好 你随我说 眼睛明了 心里亮了 心里痛快 病哗啦一声就好了 患者跟他说完 病急豁然而愈 这又是一种讲病的方法 讲好病分文不取 结缘很大 如有人一定给钱 即交给惠里用 忠亮在辽宁省总分会服务时 和沈阳市大东关道分会 邓淑琴主任列结婚 辽宁省总分会 派他任千山安老院 及育幼园院长 收养全辽宁省各会的老人 和教职员的儿女 创院之初 虽有院址 可是没有基金 经济困难 安山市父生 刘豪武的独生子患中病 请三位日本医学博士会诊 都治不好 病适垂危 医生束手无策 经人介绍 请王院长去讲病 他三言无语 一喝喊就好了 刘豪武舍钱 翻修安老院 并增建大礼堂 焕然一新 又施舍积金 安老院才有了基础 真是奇人奇事 王院长是位天性醇厚 毫无私心的道德成人 副纪邓书贤 邓书贤 辽宁省辽中县人 双居任主任多年 辽宁省总分会寒家大奖席时 因各县市区镇分会太多 总分会编长莫及 无法领导 提议修改会章为四级制 各乡镇区之道德之会 由县分会领导 全省各分会 由总分会领导 因辽中县尚无分会 所以辽中县各乡镇之会 女艺学二十余处 群龙无首 邓书贤主任上科丽智 独自一人前往窗会 他到辽中县城 租了一间房住下 每天出去拜访地方首长 身伤富富的家庭 给人看性讲病和家 成绩很好 有一天地方人士会起 到邓主任出拜访 看见屋里双血满墙 惊叹邓主任屈己为人的精神 感动商会理会长 联络各界购置会社 成立辽中县道德分会 真是有志者市敬城啊 复季 万国道德会吉林省总分会 1933年8月1日 张坚里亚轩 召集吉林省各分会 各议学代表 成立万国道德会吉林省总分会 推选齐朗轩为会长 王胜庚 朱广生为副会长 马伦格为理事长 杜知新 苏晨肃荣为副理事长 朱广生自育民 是朱老管理的三儿子 因王善人称朱老管理的四子一女 为朱家五贵 所以人称他为朱三贵 小时候在饭馆当跑堂 他家伴女一学校 随朱老管理到顺山宝南一学读书 学会讲病 讲好过辽宁省省长 翟文选的卫病 翟省长引以为得友 他常讲坐跑堂的时候 所犯的过错 每次给客人买酒 总是扣一分钱 交给他大嫂替他积存 有一天 常来喝酒的一位客人 找掌柜的戳号大巴 到后面小生讲话 然后匆忙离去 他以为偷扣酒钱的事 东窗事发 回家找他大嫂问 大巴找你要钱了吗 他大嫂说 没有啊 他心慌意乱的 隔一会儿又跑回家问他大嫂 大巴来找你没有 他大嫂生气说 大巴找我做什么 要叫你大哥听见 还不揍我 他听错以为大哥也知道了 忙说 可不得了了 你赶快把我积存的钱 拿给我吧 便拿着钱交给大巴说 我买酒只偷留这些钱 都给你吧 你可别再找我大嫂去了 弄得大巴莫名其妙 在座的听众 莫不彭府答笑 他悔过一点也不隐瞒 感化力很大 若不这样 王老善人怎么说 过悔真了能赶人呢 父记 李马宝珍 马宝珍是吉林省怀德县人 在范家屯女医学读书 他父亲马三爷和李二爷都是当地父父 又是结拜兄弟 自幼将他许配给李二爷的儿子为妻 李二爷好赌 他儿子又抽鸭片烟 日子过穷了 李二爷过不去年 向马三爷借了五百元钱 第二年腊月又不能过年了 想求马三爷不好开口 便借口说他儿子 因没钱抽不起大烟 打了马飞 这样不成财 恐怕宝珍跟他受罪 想再借五百元 给他写张字句 解除婚约 马三爷大喜 二人办好手续 马宝珍放学回家 马三爷很高兴地告诉他说 李二爷已写了退婚字句 不用嫁给那个马飞鬼了 宝珍问 字句在哪儿 马三爷拿给他看 他扔进火炉里烧了 马三爷大怒 要打他 他说 爹为我情志易尽 可是女儿听老师说 人各有命 当初订婚时 李马二家财产相等 现在李家穷了 是我的命不好 累穷了人家 我在另配人家 岂不又要害别人受穷吗 第二年 农历正月初六日 马宝珍出门拜年 偷置李家 李二爷夫妇很惊讶 问他来做什么 他说 我的命不好 才累得爹妈受苦 我把退婚自己烧了 今天特来送信 请你们快把你儿子找回来 初十日 我自己来和他成婚 他给李二爷留下一百元钱 又到易学 向老师说明原委 立志要祝福成人 好给易学争光 老师们鼓励他说 有困难时 替他设番 到了初十日 宝珍单身前往结婚 慢慢给丈夫借出示好 丈夫下庭中地 他亲自接送 帮助担柴回家 秋天收成很好 举家感激 宝珍又立志感化翁妇 冬天李二爷每晚出外赌钱 宝珍等候给他开大门 有一天下大雪 宝珍仍然等候开门 听到他翁妇的脚步声 便开门迎接 进房后 又炒菜温酒 给翁妇宵夜 李二爷很受感动 问他太太 这么冷的天 怎么媳妇还在外等门呢 他太太说 媳妇她每天都等着给你开门 说天冷怕你收冻 李二爷一听 赶快交家 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说 我真老不知好歹 这样贤惠的媳妇 把儿子救好 我还不学好 我要再赌钱 简直不是人了 他从此借赌 勤俭持家 不多年 将点压出去的田地 全部赎回 恢复了从前的家业 远近亲友 都来睁看李马宝珍 地方长官 并加一褒奖 王善仁说 现在的天使 非女子行的不能致事 因为男人多被邪恶迷惑 流连忘返了 父记 裴会卿杨纯武 裴永元 自会卿 黑龙江省 夫兰县人 为人和蔼可亲 信仰王善仁以来 独自创办夫兰女艺学 又请李子和率讲演团 之下将游行讲道 倡力女艺学 捐款协助购买 北平道德总会会舍 被选为副理事长 后任长春总会理事 兼立业储金保管部部长 杨纯武 黑龙江省拜前线人 勤俭起家 成为副农 为人耿直 做事认真 不信神明 只对王善仁深信不疑 1932年 与夫人杨王熙仁 同时立业 放下家事 追随王善仁游行讲演 当选为黑龙江省总分会理事长 无为济贫 乐善好施 适才适所 客进职守 王善仁到黑龙江总分会 杨理事长欢喜若狂 每天亲帅教职员等清扫内外 学员商课时严肃整齐 听道时闭目凝神 讲道时口若悬河 杨理事长领导会晤 成绩优异 又赴北安创办总分会 任劳任怨 因之创立许多道德事业 副纪 王清 安达县道德分会会长王清 经商致富 娶了两位太太 互相不和 经常吵闹 他听王善仁讲 人做错了事 认章就了 打也不生气 骂也不生气 就成了 他痛悔前非 自认不是 立志认账 北平总会开成立大会时 王清夫妇前往夫会 二太太赶来逼他回家 王清急随他返回北安达 毫未生气 有一天 正吃着饭 太太们吵闹起来 他像没听见似的 还照常吃饭 太太们生气 把他的饭碗夺下来摔掉 他也无动于衷 他性格练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后来坐着含笑而逝 同仁学生 以及亲友们来吊丧行礼 看着仍如活人 谁也不害怕 他随于生前嘱咐死后火葬 可是家人不忍 因为是作化的 只好以作官成练 修砖塔安葬 第三天 放牛的小孩子 看见塔内冒烟 跑到他家送信 他家的人前往 看见火苗围着他周身回转 尸体自行焚化之奇气 王清会长生前 既不念经 又不参禅 只是听信善人的话 实行忍辱 所以善人说 人的境遇好坏 都是助人成道的 反面的助力量更大 父记 张艺人 张润凯 自艺人 黑龙江省海伦县人 是海伦县女医学学董 张子峰的女儿 患气管炎 医治不好 生命危险 请张亚轩去讲病 病好后 到海城书真义务女医学读书 1930年 任高桥母校校长 1931年 张艺人20岁又犯病 张学董爱女心切 恳求善人设法救其爱女 善人说 此女天命太大 像一株蓝花生在芒草里 所以活不长 你把她送给张亚轩吧 张子峰遵召善人的话做了 义人果然身体转壮 1932年 张艺人在牡丹江峰会当主任时 听说宁安县关姓纯的父亲 为搬道德会被土匪杀害 关姓纯也身负重伤 欲拔不能 欲金不敢 困在乡下 张艺人发心去救她全家 畅言道德化解 关家母女 愿出钱继续办道德分会 恐怕土匪重来 无人敢任会长 张艺人不惧危险 担任宁安县分会会长 是道德会第一位女会长 1935年 同关姓纯二人 回总会参加视察团 赴东北割地 风尘仆仆 不必辛苦 苦口婆心 劝花世人 长春万国道德总会 1933年4月 长春市万国道德分会 承请备案 市政府不准 另成立长春万国道德总会 石维珍 张于复等 山东不敢自主 继赴辽宁省总分会 请张亚轩监理 前往筹备 同年12月27日 召开成立大会 推选曾运为会长 严金凯 赵玉双为副会长 赵真厚为理事长 石维珍 孙周靖宣为副理事长 并攻推张亚轩为监理 长春总会成立后 即举办讲席班 各种分会前来参加 成立大会的代表 均参加讲席 善人出席讲话说 这个天使 女子是应运来的 我们这般讲席的人 要做出惊天动地的骑士 就能充实总会 过去的女子 全是过得依赖生活 那是宿命 再不知祝福尽道 意味地讲究吃喝穿呆阔 便是造阴命 你们学道 要能够一风一俗 就是长天命 所以你们要组织 特别游行讲演团 什么叫特别团呢 这个团完全由女同仁组成 表示女子有自立立人的精神 才能领导起善良的风俗 父记 张坚礼讲病 冯寒清幻眼疾 住医院半年多 经名医会诊 均无效果 请张坚礼亚轩讲病 张坚礼对他说 你的性是木生火 火生土 土生金似不顺运 目前你对事失去信心 心生急火才得的病 批语说 你预定会六维客 每人谈话十分钟 如果客人谈过了时间 你心里就着急 心急一火上燃 眼睛痛 没有信心生怨气 心神不稳 不爱吃饭 冯寒清听他说对了病症 很欢喜的说 你又没把脉 怎么知道我的心病呢 张坚礼说 人的内五脏 心肝脾肥肾五经 与自己的面色相表理 哪一经有病 一看气死就着 病是吃怒恨怨脑烦 五种毒气生的 你今后如能信人不疑 不急不愿 就把病给饿死了 又问有药方没有 张坚礼说 不用服药 你常问柔和 并就好了 他便专心问柔和 写字也写柔和 三天后 果然爱吃饭了 眼睛也日渐清爽 以后天天到总会听到 研究五行性理 并果然好了 有一次 善人治长春讲道 冯寒清 亲自送到火车站 买头等车票 并赠送名贵手表 送上火车 温善人说 你老告诉我点成道的秘诀 王善人说 你能不怨人就终了 冯寒清当时内心很不高兴 回家后反复寻思这句话 后来领悟 乃做打游师一手 善人叫我不怨人 就是成佛大道根 从今以后天天问 你还怨人不怨人 此年 王善人71岁 王善人近71岁那年 仍游行各地开讲演大会 并主持讲习班 3月3日在辽宁省总分会 主持讲习班 3月16日赴海城滕阿宝开大会 4月18日赴迎口讲道 听众遇千人 4月21日在海城县 25日在海城县牛庄 同月30日在千山站 各开大会三天 5月6日在长春总会 主持讲习班25天 6月主持讲习班第二班 7月26日至新民县 开大会5天 8月7日在沈阳市商会礼堂 开大会三天 8月15日在开园站 开大会数日 并给刘王敬仪讲病 9月农历13日 在怀德县范家屯 同月24日 在怀德县黑林子镇开大会 10月初 底盖平县开大会 10月15日 哈尔滨成立总分会 11月20日在吉林 12月18日 在凤天开大会 12月末 回到长春总会 富济 特别游行讲演团 1934年 组成特别游行讲演团 攻推辽宁省总分会副理事长 郑商华晨为团长 黑龙江省总分会副理事长 杜曹玉林为副团长 团员由吉林省总分会理事长 苏晨素荣 吉林省永安县安劳所所长 上马灵霄 辽宁省辽阳县道德分会副理事长 孙杨春怡 沈阳市大东关道德分会 德义主任 富王靖全 沈阳市大北关道德分会 山东 张善书贤 长春总会山东 冯江书连等人所组成 一切费用都市自北 游行东北各省市 到处开讲演大会 提倡富德女道 教女子都市化人 不怕艰险达成天命 特别团行至吉林省境 事与鼠疫流行 困在疫区很久时脱险 赴黑龙江驶 被停止工作 他们毫不退治 全体团员走访官厅 终于达成开会的目的 从哈尔滨回长春途中 玉松花江涨水 被困火车上 经三周夜没有饮食 发现附近有一水池 都下车大喝饱腐 又装满汽水瓶 准备带回车上 玉衣乡人说 池水里前天淹死一个人 还没捞上来呢 那水喝不得 可是吐也吐不出来 车底长春 他们又饥又渴 以为回到总会 可以饮餐一顿 哪知回到总会 已经很晚 人都睡了 厨房一点生饭也没有 只好饿到天亮 虽然如此艰苦 他们仍是欢天喜地 充满道气 这年秋天 善人说 我们朝阳县 原属热河地面 热河早已有人通知我 若不亲自前往 对不起热河全省的人 乃率领特别游行讲演团 到热河开会 特别团走遍东北各地 领起善良风俗 富济 杜曹玉林 善人说 我考察当时风俗 都是贫学富 富学昌 妖艳打扮 不顾伦理道德 而且富贵人家 多数取窃 我发现 数富人 是改变风俗的源头 因他得宠掌权 主持家务 一小半上 家庭失和 如若晚正风俗 得先研究明白 敌数之道 使其自动自发 安分守己 祝福静姐 家庭和乐 社会安宁 杜曹玉林 黑龙江省安大县人 是杜家烧锅 三冬家明酒的二太太 他听明白 数富人道 醒悟过去 因争大论小 搅得全身生病 他感化了 吉林省余省长二太太 立志为省长省心 不使大太太泪心 为家庭造福 免生烦恼 安分行道 因之善风大开 一学林立 直接救了自己 间接驻福成德 杜曹玉林 所到之处 备受权贵欢迎 经过县市 文风而化 1929年 被聘为 北平总会 名誉理事 1933年 当选 黑龙江省 总分会 副理事长 1934年 兼任特别团 副团长 1936年 当选 长春总会 副理事长 杜曹玉林 以数富人 花数富人 道德会 备受权贵赞助 都是数富人 支持之力 善人曾说 杜曹玉林 是数富人的首领 堪作妇女典范 改变苦恼家庭 为和乐家庭 因之数富人道 大放光明 其功德无量 父记 郑商华臣 郑商华臣 宁景志 辽宁省本西县人 结婚时家贫 你有孝行 得温辜信任 使得祝福完成学业 乐山好施 修妙礼佛 家中所立之正式义务小学校 于1926年改为女艺学后 寒暑假 亲赴海城 书贞女子义务学校 接宿女老师 并参加讲习班学道 王善人说 你有两个妹妹 就是有了活替身 家里的债码全算了了 你应该感激他们 自己出外讲道话人 他听信善人的话 将家务交给数富人 郑大家九米负责 自己出外讲道话人 郑大家九米为人忠厚温和 相夫教子 克勤克俭 使华臣所生子女 适应适应为己出 与自己所生的儿子 适应同一样教养 亲友贤知 郑商华臣 于锦州万全安大会后 率领四大界神仙张世伟等 常驻万全安讲道 1929年 赴北平参加万国道德总会成立大会 并参加讲席 被聘为名誉理事 暑假返家 亲自送二位妹妹和侄女士杰 生女杨继贤 至海城书贞女子义务学校读书学道 并送儿子市营市州 至海城耿庄的南义学读书 郑士杰 后任大连总分会德语主任 杨继贤 亦成为名讲演主任 次年子冬随王善人出外学道 郑商华臣内围佳继 赖赖债务 并使子女继续读书 不失学业 继母失事 一切丧丧事宜均一例承当 他对孝 替 词 三步道均有实行 侯并将一学 改组为本西县道德分会 施舍土地及瓦房时间为会址 由商会会长高泽普任会长 王国志任副会长 马玉山任理事长 郑家德任总务主任 1931年 创立辽宁省总分会 被选为副理事长 1934年 万国道德会长春总会成立时 代表辽宁省总分会赴会 并参加讲席 会后率领特别游行讲演团任团长 走遍东北各省及热和省讲道 领导起善良风俗 充实了总会基础 善人说 人要是没有实行 就是讲的天花乱坠 听讲的人也不相信 甚至一棒 有实行的人 哪怕说的是一句土话 听的人也觉得其中有道 郑上理事长 在家实做实行 出外一心扳道 所以讲道有感有应 1935年 被选为长春总会 立业储金保管部副部长 仍经常领讲团 赴各省讲道话人 1935年 随善人赴黑河讲道 返回长春总会时 参加高级讲席班第一班讲席 并任高级班副主任 善人归天前 嘱咐他说 道德会算是立如万古了 谁坏坏谁个人 你可千万别着急呀 王忠亮创立千山安老院 请去任老人主任 任为义母 王院长夫妇 奉母甚孝 驻1948年去台湾 1959年 于万国道德会台湾省分会 主持道德讲席班任主任 1966年4月7日 于彭化成功幼稚园逝世 逝世当年 正月初一拜年时 曾向家人说 我梦见老善人叫我去开会 今年我要走了 享受73岁 遵循遗嘱 水葬于彭化大渡溪中 整风俗 王善人说 世间最苦的是寡妇 古时丈夫死了 女人以守节为贤 那也不合道 有该守的 有不该守的 若是公婆年老 无人侍奉 儿女年幼 无人抚养 或是幸好清静 可以守节 如果公婆年壮 又有淑白 再没儿女 自己又年轻 可以不守 要是舍不得富贵 那是守财 改嫁怕受苦的 叫做守身 如果整天苦恼 疾病缠身 就是守苦了 必须行道 才算守节 1934年5月13日 王善人摔月星华 宋寡妇张义奎之范家腿 和赵长祥重简结婚 正是为了打破不合道的守节 唱离安老所 王善人曾说 我在早年营养我爷爷时 就深知世上唯有老人是最苦的 所以我才那样对待我爷爷 我常想 怎样能让老人养生 心性又能安静 实现老者安置的古训呢 我71岁那年 终于找到了办法 这年7月 王善会照的办法 在怀德县犯家腿 成立了第一处安老所 王善会学古人王华买老 犯安老所 这正是借假修真 此风一开 不到三年 就有陶富出在邓家腿 张子佳在昌图县 和沈阳 四平 铁岭等地方 成立了60多处安老所 此后做公益 失去了劳动的一些老人 有了安身之处 尤其是那些无子女的孤苦老人 生活有了着落 而且每天利用早晚课的时间 研究性命之学 并可做一些轻微的劳动 活动筋骨 饮食起居 衣服洗涤 都是金义务的专人负责 王善人又说 安老所的老人 长期闲居 日久成了废人了 我想将来每隔二十里设一处安老所 每出预备三五间房子 安排立业人 一面过家 中一两赏地 一面办安老所 来了老人就住下 吃家常便饭 假如一个月伙食费是三元钱 一宿两餐就给一脚钱 安老的人有活计就做一点 附近住户有活计 也可帮助去做 乐意走就走 乐意住就住 在这处这样 到那处也这样 所花的钱数 也是在家过活的那些费用 所处的环境 也和在家一样 这样做 虽然出去千里 也还像在家一样 不正是天下为家吗 安老所里的班师人 也是悠然自得 来一位老人 也就像家人一样看待 有舍米或舍败入的 也可以收下 能这样 行也安然 做也安然 行时时之方便 做种种之善功 这才叫做立业世界呀 还说 专依靠善东门施舍 终有供给不起的一天 不是常道 要像一般旅行家那样 花若干钱 也不是常道 假设这些老人 都是立业人 有立业守着 到处可以支款 足够自己 照这样说 既不累人 也不累己 这是至平至常的道 还说 至于村中有难苦的老人 也叫他们入安老所 拿不起火费 由村民向各家求援 均四五十元一年就够了 使他不去行起腰饭 功德才大呢 我想要重安世界 另立人根 为整个世界做打算 所以计划的都是常道啊 我今后专救老人 我走着办 这时又缩回来 正是归根复命 比如瞎制之后 天气就要往回缩了 天气渐短 循环不已 气数才不穷啊 富纪 张玉富 石玉泉 张玉富 吉林省一通县人 家财富有 家人均然有嗜好 吸食哑片 甚至打马飞风能过瘾 今或亲亲李怀元主动劝话 到道德会听讲 不但借除嗜好 并且热心会晤 与武东家 同为二马路长春分会 兜底搭讪东 并鼎力支持道德讲习班 1931年 讲习班结业学员中 成绩最优者 为其一女于任兰 会中拟派往哈尔滨创会 张东家表示 要派他甘归那去哈尔滨 他舍武士赏地 后因于任兰 吴佩兰 彭楚慧 赵子明等四人 被选赴北平总会 扩大讲习班 参加讲习而中措 张东家不修边幅 话言语 好诗舍 听道日久花兴 讲病如神 因之被选为 长春市分会得益主任 长春市有一病乞丐 不能站立 脖子也不能转动 爬行乞讨 有好事的人向他说 二道街道德分会 有位张神仙会讲病 不论什么病 经他一讲就好 你为什么不找他给讲呢 病乞丐说 我只能看见地面 到哪去找呢 那人便指引乞丐前往 一路上聚了很多人 跟着看热闹 到道德分会喊叫 请张神仙出来讲病 张一复出来看 人太多了 只好在门前给他讲病 问了问病乞丐家中情形 又问他 你怎么知道我可以讲病呢 病乞丐说 这位好心老爷 告诉我说你是活神仙 一讲就好 张主任说 你对老母犯了 忤逆不孝的弥天大罪 老天爷罚你 向畜生走路 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他说 你真是神仙 说的太对了 张主任说 理工死的理工 是前卿的清官 能叫你立刻起来走路 纵有无边罪恶 一悔便消 病乞丐问 我得怎么悔过呢 张主任说 你向理工辞磕头说 小人知罪 痛改前非 请理工设了我吧 病乞丐磕头认罪 张主任问大家听见了没有 众人都答 听见了 又对病乞丐说 上天不罪悔过之人 理工叫你好了 你一直讨饭回家 跪在老母面前认罪 再讨饭孝亲 不但病会好 还能成闲人 又叫他给众人磕头 又向众人说 我叫他问 看我会当孝子了吗 你们答 会了 又叫他问 还有罪没有 众人答 没有了 张主任 叫众人让开路 面对病乞丐说 你站起来以后 不要左右看 也不许回头看 一直跑下去 到了郊外 再慢慢讨饭回家 又在脖子上 激了一掌 说 起来 跑 病乞丐果然站起来 跑了 跑出十几步 脖子也能左右摇摆了 众人称奇 那有人问张主任 为什么叫他跑呢 张主任说 羞恶之心 人皆有之 他若慢慢的走 大家一看他 引起他羞耻心 怕他一动心 并又犯了 他一跑 谁也不认识他 好能安心回家 另做新人 人非圣贤 谁能误过呢 知过能改 永不再散 就没罪了 我当初还打过马飞呢 众人不信 张主任把上衣脱下 胳膊上布满针眼 大家叹服 人称张主任 为马飞神仙 石玉泉 是石维珍理事长的次子 他求学识 认为他父亲 搬一学讲道 是腐败迷信 心里非常不赞成 马飞神仙 给病乞丐讲病 正好他放学预见 觉得很奇怪 便问张一副主任 是什么道理 张主任说 这不是一讲就明白的 你要想明了其中奥妙 你只要专心寻思 我怎么讲好的病呢 所谓 思之思之 鬼神告之 心专一了 自然会误明白 石玉泉 年轻好奇 便专心寻思 张主任 怎么讲好的病呢 上下学 走在路上也想 一日忽然开悟 开了智慧 能知人因果 讲病如神 人称之为石佛 石佛讲病 大呼小叫 有些神神怪怪的 和善人的讲法不同 副记 杜宋玉洁 魏淑贤 杜宋玉洁 是江省安达县 杜明九的大太太 自从安达大会后 集随讲演团 游行学道 听明白了狄树道 找着他妹妹 杜曹玉林的好处 认为杜曹玉林 是他的替身 把他在杜家英进的 孝替词三不道 以及生而育女的责任 全接过去了 他才得在外学道 他在长春市道德分会 当副理师长 举办节校讲习班 专收节校妇女学道 心广体胖 对人和蔼可亲 总是孝口常开 所以善人称他为宋老佛 魏淑贤 吉林省人 刚强不服人 婚后与婆母不合性 夫妇被逐出门外 他精明能干 难以伤至父 闻道后 身毁年轻时不知今孝 便回家孝顺父母 化了目性 对人千功和蔼 又道女一邪金业务 当蒋病主任 长春总会善东 赵古臣的太太生病 经魏淑贤给蒋好 赵古臣 乐捐市场内楼房一所 成立蒋眼社 请魏淑贤任主任 魏主任蒋病如神 蒋眼社前 车水马龙 蒋好的病人 自动乐住前的 全部转送总会 人称之为魏神仙 王老善人 以一介禅功 何以有这么大的感化力 救度众生不可计数 蒋道化人 道场便食欲省 生前 即有数十万众 由衷信仰崇敬 为古今中外历史上所罕见 能说他不是一位圣人吗